那解放军三大舰队近日在南海某海域举行联合立体演习 那么在台湾的舆论看来 在维护南海主权上传递怎样的信息 对台湾来说我们觉得解放军 或者是中国大陆对于南海主权的维护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 而且呢因为现在的海军的发展的规模还是有限 所以呢用三个舰队的一个灵活的一个编组 来进行南海的一个维权的一个动作 表示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现在中国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军区 来维护它的整个军区的力量可能还不足 因为如果单单针对南海 或是单单针对日本来说 单独的来说应该OK的 但是如果说有美国的介入的情况下 那依靠南海军区或是东海军区或是北海舰队 他们本身来单独的来负责他们的战区的管辖的 这个能力可能又有所不足 因此在这个舰队的零和编组运用的情况下 力量是可以调整的情况下 反而可以达到极最多的优势兵力 或是我们叫做力量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这是有效的 但它主要的是放送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第一个就是三个军区的三个舰队 并不是死板板的不动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三个舰队是零和活动的情况下 那么在捍卫或者是在重点加强哪一个地区的一个战力的一个增强 和维护方面是有这个决心跟意志的 所以台湾在这个解读里面 我们也观察到解放军的这种 就是我们讲的空海一体战的发展的速度 很快 这是在台湾一直很关注的一个要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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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